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存了很多珍贵文物 接下来的系列节目 我们将通过这些历经时光而不朽的珍贵文物 来探寻一段段有趣的历史故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件被称为国宝级文物的煤瓶 那么这件煤瓶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的烧灶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坐落在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的南京博物院 是中国的三大博物院之一 这里收藏了近五十万件精品文物 其中有一件又里红碎寒三有文煤瓶 作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显得尤为珍贵 煤瓶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常见样式 因为它小口短颈 圆尖长深 呈现出亭亭玉立的样子 有瓷器专家曾说 口径之小 仅与煤之瘦骨相衬 故名煤瓶 煤瓶在中国北宋时是用来盛酒的酒器 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明代 这件又里红碎寒三有文煤瓶 是中国明代红五年间烧造的 它造型优美 气形完整无缺 是中国现存唯一一件 带盖子的明代红五 又里红煤瓶 煤瓶高四十一厘米 瓶口窄小 井短肩宽 瓶身健收 瓶子底部微微外撇 整个造型看上去优美而匀称 煤瓶腹部描绘的图案是 碎寒三有 碎寒三有是指竹子 松树和梅花 这件煤瓶上所画的竹子挺拔清秀 松树则苍净有力 梅花迎风绽放 因为这三种植物都不畏严寒 因此古人认为 它们代表着高洁的品质 这件煤瓶上除了碎寒三有之外 还别具匠心地增添了一株芭蕉 让画面更加美观对称 多层次的布局 使煤瓶上的图案产生了立体延展的效果 更为难得的是 这件又里红煤瓶 它盖子上的花纹是红地白花 而瓶子主体纹样却是白地红花 瓶盖与瓶身的对比 使得它虽然繁密却不单调 反而更有了一番艺术的巧思在里面 又里红瓶器创烧于中国的元代时期 烧造起来非常不易 它在烧制时 需要在白色瓷胎上用寒铜的颜料描绘图案 再涂一层透明的银 然后放在1300摄氏度左右的摇火中烧造 氧化酮在高温之下变成红色 就叫又里红 又里红的烧制温度上下误差 不能超过10摄氏度 温度一低 瓷器表面的图案颜色就会发黑 温度高了 瓷器上的颜色就会消失 所以烧制一件又里红瓷器非常困难 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后 对元代又里红瓷器也非常喜爱 一天朱元璋在宫里饮酒 喝到微醉的朱元璋 看见了酒瓶上一抹鲜红的颜色 迷迷糊糊觉得那红色的幼稚 光彩照人十分好看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这个颜色很好看 就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 当旁边人回答是 玉瑶厂烧造的幼里红瓷器时 朱元璋眉心移动 他突然觉得 这样的红色不就是配自己的吗 在朱元璋看来 红色是正统的颜色 既喜庆又庄严 自己刚刚登基 这种红色正好能代表自己的正统身份 而朱元璋自己姓朱 朱就是红色 年号又是红武 与红谐音 加上他也曾经参加过反对 元朝的红金军 所以朱元璋觉得 这个幼里红的颜色 对他来说是最吉祥的颜色 于是朱元璋下令玉瑶厂可以多多烧制 幼里红瓷器 就这样 幼里红烧造工艺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但因为幼里红瓷器烧制成功率低 所以流传下来的不是很多 这件煤瓶作为中国能看到的唯一一件 带盖子的红武又里红煤瓶 是相当珍贵的 又里红瓷器的烧造全靠温度 在明代没有温度计 只能凭着肉眼观察火的颜色 以此来判断温度 相传 在当时的玉瑶厂 曾经有年轻的瑶工 在烧制幼里红瓷器时 因为没经验 沉不住气 刚一看到火色发白 就紧张地觉得温度已经够了 便下令停止烧火 冷却的瓷器出来之后 瑶工发现一整瑶的瓷器 因为温度不够 右色全都是黑的 无奈只能拉出去砸掉 因为明代玉瑶厂有一项规定 凡是烧得不好的瓷器 都要被砸碎掩埋 看着一整瑶的瓷器被砸 这位瑶工大受刺激 接下来的日子 他便天天盯着火 通过观察火的颜色来判断温度 慢慢地也从火色变化中总结出了一点经验 他说 又里红烧灶一定要等到火的颜色 从橙黄色变成黄白色才是最好的时机 变成白色或者黄色都不行 有了这样的经验 瑶工们在烧制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判断依据 但由于右里红瓷器烧制的上下温差不能超过10摄氏度 火色变化又极快 即使有这种经验 也只是把右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了一点点 右里红瓷器极难烧造 在明代的时候 它属于皇家御用器物 一般老百姓家里是不能使用的 只有王公贵族才能拥有 既然右里红瓷器如此珍贵 那么这件右里红碎寒三友文媒瓶又是出自何处呢 它的主人是谁 又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呢 1957年3月 考古人员在中国江苏省江宁县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境内 被当地人称为娘娘坟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明代墓葬 根据出土的墓制 考古人员发现 这座墓葬是明代驸马 巫卫 宋虎和永乐皇帝之女 安城公主的合葬墓 这件煤瓶就是在这座墓葬中被发现的 随着墓葬出土的一共有47件器物 这件煤瓶是其中最为珍贵的器物之一 那么这个宋虎到底是谁呢 他为什么能用这么高规格的随葬品呢 原来宋虎是明朝开国大将宋盛的儿子 公元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后 大力封赏那些帮助过他的人 他下令召回镇守西北的封江大力宋盛 宋盛是安徽定远人 早在洪武年间 他就曾经数次击败元朝灭亡后 留在西北的残余势力 让明朝的军威震慑西北多年 朱元璋非常器重他 朱元璋去世后 还是燕王的朱棣 与当时的皇帝建文帝朱允文 开始了四年的夺位战争 宋盛在这次夺位战争中 站到了朱棣的一边 于是朱棣对他非常感激 便从西北召回了宋盛 想要封赏他 宋盛带着自己的儿子宋虎 回到南京面见了朱棣 当朱棣正在想着 如何封赏宋盛的时候 他看到了站在宋盛旁边的宋虎 不由地多看了他两眼 看到宋虎正当少年英气十足 朱棣心里突然有了主意 没过几天 他便下令将自己的女儿 安城公主许配给宋虎 宋虎在永乐一朝 可以说是过得顺风顺水 当宋盛去世后 宋虎承袭了父亲西宁侯的爵位 又被赐前将军印去镇守甘肃 此后宋虎还曾经在南京 负责明孝陵的祭祀活动 可是荣华富贵 并没有能够伴随宋虎的一生 随着永乐皇帝朱棣去世 到了洪熙元年 也就是1425年的正月 宋虎就被礼部尚书 以不公之罪弹劾 从而失去了爵位 五年后 宋虎在郁郁中去世 而他的妻子安城公主 在十三年后也在南京去世 他们一起合葬在 南京市江宁区的享龙山 宋虎被削绝后 按照明朝随葬制度规定 他是不能用特别高规格的东西陪葬的 宋虎墓一共出土了47件随葬品 除了这件煤瓶 大都是较为平常的器物 所以专家推测 这件碎寒三有文煤瓶 很可能是皇帝赏赐给宋虎的 是他生前所用的东西 死后便跟他一起随葬了 这件造型优美的煤瓶 在中国景德镇的高温摇火里被烧造而出 带着红五年特有的幼里红色 被赏赐给宋虎 最终又随着宋虎在地下长埋几百年 直到1957年的考古发掘中 他才又重新展现在世人眼前 现在这件幼里红碎寒三有文煤瓶 被收藏在南京博物院 迎接着人们好奇和惊叹的目光 中国南京的明朝皇宫 曾经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圈 它的修建见证着大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历史 然而这座曾经宏伟巍峨的宫殿 为何只剩下一地把力 大明王朝的皇宫 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国宝档案带您走进消失了的大明宫殿